据塔斯社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 俄罗斯一架米格31战机26号 在俄北部摩尔曼斯克州坠毁 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俄国防部表示 这架米格31战机 当天在摩尔曼斯克州 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 坠毁在一处无人区域 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后 搭乘搜救部门直升机撤离 生命安全未受到威胁 米格31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 研制的双座双发全天候截击机 配备雷达和远程对空导弹 最远可拦截200公里外的目标 主要用于在缺乏预警雷达支援的 偏远地区上空 独立拦截敌方战机 以及巡航导弹的目标 目前仍为俄空军主力防空机型